HELLO 大家好 我是敖烏 那這一次拍這部影片的用意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最近其實會有蠻多人在問說 素材要怎麼打 那其實裡面有一些很多有關英雄的突破的東西需要用到素材 包含他身上的裝備有時候也是需要突破也會需要用到素材 那這邊就今天為大家講解一下素材如何取得 那前提是我們不課金的情況之下就是不買禮包啦 因為有些素材他可以利用藉由遊戲中的商店 我們去買裡面的禮包他會有一些素材的部分 你可是你要花心臺幣 那我們的宗旨就是不花心臺幣啊 就簡單講說不課金啦 不課金的話那這些東西我們就不跟大家講了 我們就講一般可以取得方式 好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右上角你會有個寶箱的東西喔 寶箱的東西點開來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大堆東西 那這邊就跟大家稍微講一下你要怎麼去買啊 或者說你要怎麼取得 好 首先是鑰匙 鑰匙的部分我想大概這個沒有懸念啦 除了每天官方送給你的以外 大概就是你要花紅寶石去買 紅寶石的部分呢就是在商店裡面嘛對不對 它有一個鑰匙的功能 鑰匙裡面喔它這邊就會有紅寶石的選項 這個是公會戰勳章的部分 它也是可以購買的喔 包含你的名譽的部分也可以買鑰匙 那這邊當然也有觀看廣告啦 那個人我本身是不看廣告的 所以我這邊是直接省略 那取得方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就再看下一個東西囉 下一個部分的話 名譽的部分 名譽的部分就是你的社群裡面嘛 好友互相送嘛 對不對 還有你打 比如說像是決鬥場 比如說打公會戰 都會送你名譽 那接下來金幣就不用講啦 金幣我想大家這裡 最多人問的金幣到底要去打哪一棺 才會掉比較多 金幣我們推薦你兩個地方去打 好地圖上面直接開給你看 地圖呢在月光島 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20 8是20啦 你來這邊打 那你會說打簡單 或打普通會有差別嗎 個人跟你說 其實兩個地方掉下來的金幣差不多 打普通比較難啦 花的要是多啦 可是金幣不會掉比較多啦 所以呢 由此可知我們打簡單就好 這個是8是20 吼掉金幣比較多 另外一個地方我們建議你可以考慮說 像是打天空的要塞 打15之5的地方 15之5的金幣大概會少 可能比8是20大概少個幾千左右啦 但是 他的金幣量相對來講 只要你掛滿100場 都還是相對於蠻可觀的啦 對那如果說像是很多新手會說 我短期就需要大量的金幣啊 那該怎麼辦呢 很抱歉 這個遊戲沒有所謂的短期 讓你取得大量的金幣 你除了掛肥 你又要有金幣 你要想想看齁 掛肥你除了電等級得到經驗值以外 當然也有可能會獲得裝備 獲得肥料嘛對不對 那金幣也不過是其中一個權項 所以你說 要全方面都兼顧的真的很難 那我們只能跟你講說 像你去掛8至20嘛對不對 8至20可能就是金幣比較多 但是掉費就比較少 所以可能就是有得有失啦 那我們也只能提供你像是這樣子 比較好我們個人認為比較好的地方 那大家去做攻略 那金幣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下一個東西吧 那金幣開完了以後 我們就會想要看一下紅寶石 紅寶石就是我們刷肥的東西 這就不用講了 喔或者是說像是官方送 很多方式都有辦法取得紅寶石啦 比如說公會副本的結算啊 呃角鬥場結算啊 還是說各種的副本結算啊 都會有紅寶石喔 所以盡可能去攻略吧 那接下來是黃寶石喔 黃寶石的話通常最簡單最快的方式 就是你有六星英雄突破啦 你每圖 呃六星英雄每一次每一次的突破 都會給你一個 呃算是階段性的黃寶石的獎勵 可能是 8顆10顆12顆再慢慢加上去喔 他都是固定的他不會變喔 他不會隨機跳 只要你有突破就會有 好的那接下來講一下光之結晶吧 光之結晶的話 請考慮打一下我們的第13章 喔第13章 那一樣也是打簡單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打到困難啦 光之結晶打13-5喔 以往呢 13-5其實還蠻會掉光之結晶的 那聽有很多玩家跟我反應說 現在13-5都不怎麼掉 呃其實他 你要知道其實這邊喔在 不管你進行每個 每一次每一次的冒險 他掉下來的東西都是隨機的 所以你說他不掉他會掉 有些人打就會掉啊 像我有一些 工會成員他們的那個 光之結晶也都一萬多了 啊可是有些人就一百多 怎麼打也打不到 那我想可能就是掉落的問題吧 那多試幾次吧 對那你會想說這樣說法 可能很不負責任啊 啊為什麼別人就掉比較多 我掉就那麼少 那也只是機率性的問題啊 這個我也按摩得住 因為這官方設定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他掉就是會掉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會掉的 就是在13-5 我個人覺得 那你就請試試看吧 如果說你有更好的 掉落光之結晶的方法 或是第一方 也歡迎你提供給我 不過在沒有任何 目前還沒有任何人告訴我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推薦13-5 因為我都是在這邊刷的 一天可以掉多少 其實不一定欸 因為掉落率 真的是一個很難去猜測的東西 他要掉多少 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不過我們合理範圍 假設 我們今天開熱門時段 雖然熱門時段 跟光之結晶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又加上開加倍這件事情的話 13-5沒意外 可以的話 可能打掉個 二三十顆來著 我就覺得蠻多了 因為我沒有確定說 每次收到都很多啦 對啊 因為我每次有時候 在13-5刷了一大堆肥料 喔 跟一大堆金筆以後 啊就是 光之結晶的話 結算都很少的樣子欸 我個人是覺得不多啦 好 欸 但是如果你去打其他地圖 是根本就沒有啦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看一下喔 接下來就是靈魂的精華 靈魂的精華 很簡單啊 就賣英雄啊 賣你的特殊英雄就會有靈魂的精華啦 喔 不管是你要賣金色的卡片 銀色的卡片 還是要賣紅色的卡片 他都會給你靈魂的精華 個人覺得 你有多的英雄就去賣吧 像我就是有多的一些特殊英雄 因為我本身英雄的聖殿結完了 英雄留在那邊也沒有用 所以靈魂的精華就是賣英雄 對 除了賣英雄應該也是沒有其他方式 除非官方聳啦 好 再來右邊喔 深淵的精華 深淵的精華 基本上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取得 你除了每日任務結完以後 他給你以外 好像沒有獲得的方式欸 對 那你會說每日任務就是 回到你首頁喔 成就這邊 期間成就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 元素是珍貴的物品 喔 挑戰你的成長副本 然後就會送你深淵的精華 這個目前只有這個地方可以取得 喔 其他辦法應該是沒有的 也之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很缺這個東西啦 因為大家想要開突破嘛 開突破沒地方可以取得啊 就只有這邊可以取得 所以努力的每天解任務吧 好的 那接下來是神話之時喔 神話之時的話他要先賣一個 呃 就是 我們可能就是要賣一個東西 他才會獲得 當然你去 呃 別的地方應該也是沒有啦 天堂的階梯 呃 不好意思 不是天堂的階梯齁齁 是我們的 欸 討伐戰 欸 討伐戰 喔 裝備討伐戰 他裡面給的東西 就有包含 欸 對 他裡面有給的東西就有包含的 喔 獎勵資訊的部分 有看到這個吧 這個圓圓的結晶 好 把這個東西賣掉一次就給你500 對 所以呢 你想要神話你的裝備的時候呢 就是來這邊打一下啦 或者是去抽 好的 那我們就回到首頁吧 當然其實也是有可以買的地方啦 不過我建議你們是真的不要來這個地方買啦 因為我覺得很不划算啦 黃寶石的東西喔 你本身黃寶石取得就不容易了喔 如果說你還來這邊買這些什麼神話之石啦 強化石什麼的 個人覺得理論上都是虧啦 對啊 浪費你的黃寶石而已喔 所以 除非你真的今天真的很需要差一點點 喔 很急 你就來這邊買 那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可是呢 你覺得說 啊 想要收集多一點啊 大量啊什麼的 來這邊買什麼的 我就覺得先不要 對 真的先不要 喔 黃寶石這邊喔 大概除了我買紅卡以外 其他地方我大概都不會買啦 對 因為素材的部分就是靠每日 因為畢竟七一四還是一個養成的遊戲啦 你就每天做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做完 喔 除非你今天想要課金 就是禮包啦 這是最快的手段啦 喔 要不然就是 你用黃寶石買其他東西的話 嗯 除非你真的很多 要不然我是建議不用買 而且這種東西 現在太好取得了 呃 我所謂的太好取得 是你經營長久的話 就很好取得啦 對啊 如果說你想要一飛沖天 快速入門的話 那就請買禮包吧 那會更快一點 嗯 因為黃寶石也不是那麼好賺啊 好 那我們就講下一個東西囉 喔 我們接下來講寵物精華 寵物精華的話 基本上也是賣寵物啊 對 賣寵物 而且要特殊寵 對 一般寵好像也有 不過不多 就可能只有八個還是幾個而已吧 對 寵物精華其實它 那 就是 不是特殊寵物的話 賣的都特別少 那除非你是特殊寵物的話 四星開始就是一隻 就是兩百嘛 對啊 所以 這個地方也只有 除了賣寵物可以獲得 要不就官方送啊 要不就是官方送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多寵物 就把它賣一賣吧 因為有些寵物 真的不需要用到兩隻啊 我很少看到有寵物 需要用到兩隻不同的地方 因為大部分的地方的作用 都是一樣的 因為是寵物的它本身的一些技能啊 那些什麼的 你只要一隻就好 因為都一樣 除非它 有覺醒過後 對不對 覺醒過後可能會放技能 又有不一樣什麼的 那你可能想要保有原來的一隻 那就分開兩隻 那就OK 可是 目前是不會用到兩隻 一樣的寵物就對了啦 所以有多的寵物 重複的我們都會賣掉欸 就是拿來讓你換寵物精華的 那你會問我說 寵物精華要用在什麼地方 它就是突破你的寵物啊 對 在英雄這邊喔 打開你的寵物裡面 像是露露這邊不是有個 因緣強化嗎 對 你要把這個強化 因緣強化齁 因緣強化在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上去了以後 它的能力會有變動 數字上面會不一樣 那會變更強就對了 所以你當然要把它強化 那 寵物精華就是用在這個地方 做強化的 那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連帶講一下這三張票卷 銀票卷 金票卷 跟白金 因為我們 它另外一個選項就是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這三個票卷嘛 白銀票卷 黃金票卷 跟白金票卷 那白銀票卷的話呢 它就是讓你的成功率加 10% 黃金就是讓你的成功率加20% 白金就不用加 就直接讓你100% 直接過一關喔 所以呢 你會問我說這票卷的取得方式 目前啦 目前啦 除了客金應該是沒有啦 對 票卷目前除了是客金以外 要不然就是官方送你啊 之前有活動 之前有活動 它讓你打好多好多張的那個白銀票卷 可是現在沒有活動 所以就很少 嘿 這就是票卷的取得方式啦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講下一個喔 就是魔力捷徑的部分 魔力捷徑的話 我們稍微談一下 魔力捷徑我們通常在打的部分喔 都是在冒險的地方 好 冒險的月光的第14圖 那14圖的話 首先呢這邊要給大家一個概念齁 你在打這些素材的時候 你會問說 由第一圖到第10圖 打哪個圖調比較多 其實我可以跟你講 在你打哪一張圖調的東西都是一樣 他畢竟都是隨機給 隨機給的話 隨機給的話 就沒有特別是說 呃 一定會掉多少 我這邊所謂的一定是多少的話 這邊又有分簡單跟普通 簡單的話齁 呃 我們一個 一個round 就是會進行兩個回合嘛 對不對 那你繼續打一場 會進行兩個回合的情況下 假設 你今天有開加倍跟沒開加倍 沒開加倍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你在兩個回合內 打的東西 只有其中一個會掉 就譬如說看是第一個回合掉 還是第二回合掉 要不然就是都不掉 不可能兩個都掉 兩個都掉的情況 只有你開加倍的時候 譬如說你進行 十四之一的時候 你開的加倍 然後你開的hardtine hardtine是增加你掉落的機率 但是 加倍的意思 呃 就是譬如說 你在進行 這一個十四之一的冒險的時候 它不是有兩個回合嗎 打第一場跟打第二場 然後兩個都會掉 兩個都會掉寶箱 那寶箱裡面就裝著 魔力碎片 哦 那這個概念的話 就是你要開加倍才有的 好 那打簡單跟普通的差別在於 假設你今天有開加倍 哦 打簡單的情況之下 掉一片跟掉兩片 打 因為你有可能 呃 兩個關卡只掉 一片嘛 就是一個關卡有 一個關卡沒有 那兩個都有這兩片 可是如果打普通的話就是 2跟4 就是乘以2的意思啦 打第一關掉兩片 因為加倍嘛 也就是說你在第一關 哦 普通的第一 第一回合打掉一片 就變成兩片 然後打兩片 就變成四片 哦 因為第二關也掉一片 2加2不就等於4嗎 對不對 那 如果是簡單的話 就是只有掉一片 那1加1 剛好就等於2 所以才會有兩片四片的 這樣概念 啊 如果說這個關卡有三回合的東西的話 我是舉舉例啦 如果說這個回合有三的話 那就是乘以2 那就變成6 好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哦 這個是大概關卡裡面掉落的算法啦 那我們也可以稍微去想一下魔法碎片的話 那你會問說14支持掉比較多嗎 我個人覺得啦 哦 掉都差不多 可是我們知道14支持一定比較難打嘛 對啊 因為畢竟你現在我們推薦的是打普通的14之1 普通的14之1就已經不是很好打了 還要打14支持的話更難打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推薦打普通的14之1就好 那你會說有差嗎 呃 老實講掉落的東西其實沒差 因為掉落的機率都都一樣的 不會因為說你進行比較難一點的關卡 掉的機率就比較高啦 那個人也會覺得說14之1比較合理啊 那因為他比較好簡單比較好攻略啊 所以就打他就好了 好這個就是我們推薦的部分 哦 魔法碎片打14之1 那剛才講的一輪那個所謂的掉落的部分 哦就希望大家說不要把它覺得說 呃 我進行比較難一點的關卡就比較會掉落 其實不見得 其實不見得 因為我們反覆的試驗過後 其實掉落的機率都差不多 並不會因為你進行比較難的關卡 然後他掉比較多 對 那會進行簡單跟普通的原因 是因為他掉落的量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叫你說打普通 14之1 對 那是魔法碎片的部分 那剛才我們也有講到金幣啊對不對 那金幣為什麼又講說 打簡單就好不要打普通 那是因為你花了六八鑰匙打下來的金幣 跟簡單的東西其實差不多的時候 就是你們有常常講的三個字叫CP值這個東西啦 你今天花那麼多鑰匙打來那麼多金幣 跟我的花三八鑰匙打那麼多金幣 差沒多少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花六八鑰匙是啥子 一定會覺得啦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就是你拿一關打什麼簡單 拿一關打什麼普通這樣就好了 不要去浪費你的紅寶跟鑰匙去做不必要的 應該說是你有更好的利用方式 不要浪費啦 好 那魔法碎片就是這樣子 打普通的十四之一 這一關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天界的結晶 天界結晶這個東西的取得方式啊 我們只有一個東西了啦 對就是亂打戰 你除非打亂打戰啦 要不然你取得不了啦 沒有沒有其他惡禍的方式啦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偶爾來打一下亂打戰吧 那能盡量打到前面一點 就打到前面一點 他就會給你天界的結晶啦 現在其實你只要把隊伍 放好放滿 裝備穿好穿滿 那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禮拜的那個獅子 到底是抗物理的還是抗魔法的 就看你前面那五個人要怎麼擺 如果他這個禮拜抗物理 你就放魔法的上去打 如果他這個禮拜抗魔法 你就放物理的上去打 分數就應該不會太難看 像我都隨便 像我都隨便 真的我隨便放英雄啊 我都固定放這些英雄啊 然後我上面就是把他們的裝備 穿好穿滿 然後就上去打 大概也有一兩千萬左右吧 那一兩千萬以現在 其實也是沒什麼玩家的情況來講 嗯 應該就拿得到 拿得到了啦 好 我們的天際的結晶 算是很好拿的 真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那個混的碎片喔 混的碎片的話 基本上就是五魂碎片啦 大家常常在講的東西啦 那五魂碎片的話 當然就是決鬥場每個禮拜結算 每個禮拜六會結算 下午兩點會結算 結算完畢的時候 就會拿到五魂碎片 那看你是在哪個牌位啊 喔 領取獎勵的部分啊 獎勵名單啊 你就自己看一下 五魂碎片有幾片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在 進行冒險 每個禮拜 都會有那個五魂碎片 你要猜哪邊打 才打得到 就是地圖上面這樣子 有發光的地方 那個地圖那個 比如說4-5啊 4-10啊 它底下這邊有發一個 藍色的光 這種地圖裡面 你在進行冒險的時候 會有機會 額外掉落 五魂碎片 然後 每個禮拜 最多 在這些地圖 就能讓你最多 達到1000片 就是這樣子而已了 好 這就五魂碎片的取得方式 除此之外 應該是沒有 哦 哦 我們就是不客氣的潛艇 情況啊 好 那我們再講別的東西吧 哦 冠軍會長 這是打冠軍 那個 冠軍戰才有的東西啊 冠軍聯賽的東西啊 啊 基本上我沒有打過 所以我還沒有那些東西 不過 當然有強者有 冠軍會長 就可以試試看囉 好 那接下來是天界的精華 天界的精華 大概就是 15張囉 哦 就是在 天空的要塞 天空的要塞 這邊都可以達到 我們天界的精華 天界的精華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個人會建議在 你15之5 哦 來打15之5 會比較好打 那因為這一關有三 那個什麼 呃三關嘛 一回合兩回合三回合嘛 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的話 因為他本身沒有難度的問題 哦 可是你花鑰匙的話 呃 開加倍要9把 那你在這邊打到的機會 有 有可能會掉9塊哦 因為我剛才有講嗎 一層一層 呃 一加一 呃應該算是 3 然後 3 然後就9片 最高是9片 對 因為你一片掉落 然後有加倍就變成3嘛 對不對 3的話 在三個回合三關都掉 那就是9 最高9片 哦 我們會建議打15之5 這邊來講一下那個15之5的部分 為什麼我現在很推薦大家來打15之5 因為 15之5它其實掉的金幣輸8之20一點點 大概差不多 假設說 如果 8之20是25000左右一場的話 哦 我是說額外獲得獎勵哦 那大概15之5的話大概17000 18000左右吧 可能會再低一點 但是不會差太多啦 對 所以其實在15之5掉金幣 然後相對的15之5掉肥也蠻可觀的 以往我們想要打一些什麼三星肥啊 四星肥的話 可能會去打13之5 13之5掉肥 哦 畢竟我們在看一些熱門時段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哦 第13章 目前 它的是 英雄掉落率增加嘛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領地 每一個領地 它所掉落的東西都會有機率上的增加 如果你有開熱門時段的話 那它就會有相對應的東西掉比較多 那第8領地 那就是金幣嘛 對不對 那今天1到70 是因為今天 呃 今天還算是在禮拜天的範疇啦 所以我們這個 1到70哦 6日 它都是卡片掉落 平常的12345是金幣掉落 那不過12345的金幣很很少 想想當然一定都會去刷8至20比較多啦 那15領地的話就是天界的精華啦 那我們會推薦15之5哦 因為15之5掉落的東西 比較大家想要的 金幣 肥料 天界的精華 都是在這邊取得 所以我們會建議在這邊打 然後我們會說天界的精華到底要做什麼用的 它是拿來開突破用的哦 呃不好意思是刻印用的 那刻印的話 對大家來講 呃 相信大家知道刻印的重要性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先不想多做解釋哦 因為刻印這個東西 嗯 之後可能會再開一個影片好好聊啦 對啊 因為目前就是想一些素材的取得方式啦 大家要來哪邊打會比較好 好的 那接下來左下角會有一個淬煉石的部分哦 淬煉石這個就是課金了 對這是課金才有的東西哦 那如果沒有課金的話可能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那官方這一次活動有送 對那大家好好把握記得要去簽到哦 好那接下來再講就是 呃工會的銅錢幣金錢幣跟印錢幣 這些東西都是打工會副本掉的 所以呢就是你多多參加工會副本它就會掉啦 每個關卡結束了以後都會給你這些東西 好那接下來是強化知識 強化知識最多人問說它到底要怎麼增加才會變多 呃 通常沒意外都是賣裝備啦 還有一些什麼亞斯特礦石啦 覺醒亞斯特礦石啦 那些通常都是要賣掉的 亞斯特礦石已經沒有用了 它就是拿來讓你賣的 就好像那些神話知識讓你去換 那個神話用的強化石是一樣的 那些就是要你 怎麼講啊 你就把裝備賣了它就會獲得 可是這個有前提的 你要賣某些特定 譬如說A4級以上的裝備才會掉 對才會有強化知識 你賣一些低等級的它是不會有強化知識的哦 最多就給你錢而已啊 好大概素材取得方式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再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關卡的部分哦 你今天想要看哪個素材比較會掉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一下哈太這邊 它每個領地都會有不同的掉落的部分 因為你在打素材的時候 你一定會希望它掉落的機率比較高 你一定會開熱門時段吧 就我們哈太的部分 那你就在這邊看一下 到底在個這個關卡 在這個領地比較會常掉什麼東西 然後就在這邊開 開一開然後就下去打就好了 然後這邊為大家稍微再稍微提醒一下哦 光之結晶的話是三之五啊 然後深淵的精華是解任務這個沒辦法的 那靈魂的精華就是賣英雄 神話之石的話也是賣那個神話石 對神話石賣的就會換 那這個取得方式的話 要嘛官方送 要嘛解任務 對然後要嘛就是打討伐戰 裝備討伐戰 然後寵物精華的話 第一整集的就賣不多 你要你如果想要打的話 第十二張嘛 十二領地應該就是掉 看熱門時段 十二領地掉寵物的 可以在那邊試試看 當然也有人在那邊打過特殊寵物的 只不過相對的機率性是真的很低啦 好的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喔 就是 票券的話 基本上這個就是官方送的啦 要不然就是活動啊 對 要不然就課金 然後再來就是 魔力的結晶 魔力的結晶就是推薦 十四之一啦 普通關卡 普通難度的十四之一啊 十四領的第一個 那天際的結晶就一定是打 亂打戰啦 這個沒辦法的 那魂之碎片的話 這個是決鬥場 還有地圖上面會發光的那些 第五領或第十領 十五或二十 這些領地地上會發那個藍光的 在那邊打 然後一個禮拜 可以最多讓你打一千片喔 那天際的精華呢就是 十五之五 十五之五 炫煉石是課金的 這個我們就不看了 那強化石就是賣裝備 還有一些亞斯特礦石賣一賣就會有了 好啦那大概就是素材的取得方式就是講到這邊啦 那對於如果說還有沒有說 沒有說的素材的有不懂的地方的話 就歡迎在影片底下提問啦 那我看到的話 會盡快再回你的 那麼我們今天影片拍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收看喔 我是老物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